昨天晚上 第15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即第5届88北京体育消费节 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开幕 体育文化节将举办包括 成长勋章 小铁人三项赛 软哥尔斯 女子跑 排克球 世界系列赛 北京站等在内 超过140场融合商文旅体多元领域的 体育文化活动及赛事活动 以月动 乐购 潮玩为主题的消费节 涵盖线上买 线上赛 线上订 线上学 线下嘉年华五大核心板块 将在16个区设峰会场 推出各具特色的体育家项目 进一步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体育消费现在成为我们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文体里融合 搭建更多的消费新场景 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一个机遇 拉巴北京体育消费节 也带给大家体育消费更好的感受 助力全民健身 支持国家全民健康的国家战略 联动金江两地的平台和资源 特色更加鲜明 内容更加丰富 期间奥林匹克中心区 会举办一系列的 商文旅体相融合的赛事活动 活动期间 京津基地区将有不少于 400种运动休闲产品 及2000家相关品牌参与 提供多达3万个活动商品 北京台报道